親自推著輪椅走無障礙設施 民進黨基隆市長參選人蔡思穎 提出了人型環境改善政見 在基隆的廟宇裡面 千安公司少數完成無障礙設施的廟宇 那對於很多的需要這樣輔助的朋友來講 他們確實是有這樣的一個需要性 那所以我是因為未來有機會 來接棒佑昌市長的位置 來擔任基隆市長的過程當中 我希望來推動基隆市的廟宇 空間無障礙化 那我希望讓所有每一個來拜拜的信徒們 不會因為他身體有什麼的缺陷 或者他身體有需要服務的過程當中 他能夠完成他心靈上的一個寄託 今天不要說我們身上走 因為我們走向老年化的社會 所以說有一些老人家要出來的 還是要就醫什麼的 我跟你講這個無障礙功能絕對是很需要的 包括人形友善環境 架空染線地下化 出席的基隆市議員同志偉和西區議員參選人 陳君佐提出未來的規劃 過去這幾年來推動的電感夏季 已經在某些地方已經推動了 那是因為未來也要繼續把這件事情 列為重要的工作 繼續持續的推動電感夏季 然後也把整個人形步道的這樣的空間 把它做得更完善更好 那第三個就是在我們基隆的重要的區域 建立一個無障礙空間的示範區 那透過無障礙空間的示範區 讓所有的身上朋友 每個需要的人甚至是有家長推嬰兒車的朋友 他們在這個區域都能夠享受一個非常好的人本的環境 那今天我選擇這個時間點開記者會很重要的原因 是因為9月22號是世界無車日 就是希望城市不是只有車子在走 城市應該是以人為主 以人為本的一個樣的一個城市 那是因為未來希望我們可以建構一個基隆 就是讓它一個以人為主 以人為本的這個城市 過去人愛區是非常早期開發的城市 從日治時期開始 那南農路呢是在沒有高速公路 基隆跟台北往來之間非常重要的一個省道 所以過去的觀念跟概念是從汽車為主的規劃 來的規劃道路 那我們現在這個時代應該回到以人為本 所以南農路長期是兩側 沒有這個人型空間 那我們今年呢特別跟蔡世英委員合力 在中央爭取了這個3000萬左右的經費 內政部營建署的補助 那我們這是鐵三角模式 蔡委員中央爭取經費 那我在地方協調工作 那市政府政策支持 那我們從南農國小作為核心 會從兩側延伸做人型步道的空間 包含這個人型道空間會擴大到2.4米左右 那我們島頭呢 譬如說南農國小下來 它有一個島頭 然後沿街到對面的取水街 我們會把這個人型空間 那個叫什麼 人型穿越道把它縮短 讓大家都可以好走 感覺是舒適 讓學童也是安全的 未來呢 我們會從像我們今年做好了 中一路的地下道 未來我們會把市中心全部串接在一起 希望透過步行城市的推動 改善我們仁愛區的步行環境 那未來我們蔡世英市長 如果有其他地區要重化的時候 一定要把人型步道 還有地下電燃化納入我們的設計以及規劃 因為曾經在五騎重化區 因為沒有人型步道 發生公車 把那個上學的小朋友的腳輾過去 因為五騎重化區裡面有一個深美國小 那邊孩童非常多 包含新豐街的孩童也來深美國小上課 所以人跟車混在一起 很容易發生危險 力挺蔡世英的證件 包括金融市不動產 既都市更新學會理事長周盛傑 建築師工會理事長連桂金 葉百合文化促進協會 常務監視杜寶榮等人 都出席記者會 記者黃少民基隆報導